今天是瑞芳大辽保安宫农历新年后第一次共餐 志工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也在今天充满干劲的来张罗菜色 从采买备料到烹煮 因为有这群热情有活力的志工 加上各界赞助菜色 让长者都吃得相当澎湃 也是共餐进行了八年多来 依然持续不屑的最大关键 我们保安宫在老人共餐 也是这志工的认真的打拼 要有来共享我们赞助保安宫的参会 所以今天才有这些老人 这些老人可以来跟我们保安宫 可以继续 保安宫荣誉主委就表示 保安宫的饮法共餐 有志工还有各界乡庭 才能持续这么多年 如今保安宫的金庭已经年久失修 经过委员会决议要换新 各界一听闻消息也都是慷慨解囊 不少乡庭的共餐赞助单位 也纷纷乐捐庙房的建设 十分感谢 还有我们的金庭 那个烧金子的金庭 我们要翻修 持续都有善心人士 还有在对神明有 有祝他成功的 有失业有成的 都回来赞助 谢谢他们 好人一生平安 保安宫开始当志工 现在已经八年了 就是自己认为说 我还有一点体力可以帮我们乡亲 父劳付出一点心力 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做的不是说 很累这样子 这次觉得每次是来都觉得很好 就是这样的 对 共餐志工就表示 虽然自己年纪也有了 但是手脚还算灵活 因此趁着自己还能付出 就来当共餐志工 已经八年多 看到社区长辈可以每周到据点用餐 就觉得心里很开心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